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7月8日 星期一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有關網上熱話之一 鑽石山的啟鑽苑 即是新居屋突然變成水母間 據報大唐的天花板狂漏水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商說到公屋確實加租 街坊大聲 生活艱難 不過議員說家福是合理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導 鑽石山的啟鑽苑大唐天花板狂漏水 遁變水母間 居民擔憂升降機會受損 報導幾流民提到 話說啟鑽苑上演水母間 大唐近信箱位置天花板流出大量水 淹淹了大唐 影響保安的間庭 還有升降機的位置 今早7月8日 11點多有居民張片段上載到社交平台 拍攝者蓋碳就說 浸壞了升降機 擔心升降機受損 下午1點多水勢已經停止 管理處在大唐要對放沙包 和放置抽風機 關愛隊也到場協助 據啟湖國居民所說 今早9點多爆水管 至今都不知道是什麼喉管爆裂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啟鑽苑變成水母間 水浸的情況很嚴重 另外居民也擔心那些升降機會不會壞 因為啟鑽苑是新的居屋 那裏都是一些新的小業主 暫時未知為何會變成水母間 還有有關方面進一步回應 另外也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街坊大申生活艱難 就說現在每樣東西都貴 面對著公屋加租 不過議員說家福合理 報導的內文提到 香港房屋委員會在今天 7月8日公布 最新的公屋租金檢討結果 今年的公屋租金將會加幅至10% 今年10月開始實施 但同時 是寬免和頭3個月的加幅 有市民擔憂 或者會年年加租 認為對基層的負擔太大 對於公屋加租10% 居住於沙田沙角村的關山 和關太認為升幅太大 就說現在每樣東西都貴 還向市民開刀 不對 關太也表示 加租對於基層負擔大 就說加租過後 租金佔了 收入三至四成 更擔心會年年加租 就說人工又不能年年加 居住於一人單位87歲的 郵婆婆也表示 加幅太多 負擔大 直言老人家沒事 做哪裏有那麼多錢 另外 李女士也不贊成加租 說對基層負擔大 2100元的租金加上小朋友的花費 已經佔了收入的一半 現在也有不少人失業 使得不好 再加租未必能夠負擔 不過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學峰表示 約六成的租戶加租少於250元 以現在公屋戶平均每個月的租金約2300元來推算 平均會戶每月加租約230元 認為情況尚算合理 相信加幅溫和 不會為租戶帶來過大負擔 李女士表示加租也不是時間 就說加也不應該 應該在現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加 對於寬免三個月 他就認為不足夠 就說條村那麼多長者 起碼都要寬減半年 李女士表示 現在的租金再加一成租 變相加約230元 另外 水電費也都相計加價 變相 各樣都要節省開支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小數怕長計 一加加一成 另外不只是公屋租金 接下來水費 電費 交通費 楊楊加 不過議員認為加幅溫和 計過數 匯戶只是說公屋租金 加租少於250元 認為情況尚算合理 不知道各位網友覺得合不合理 擴祭認為 那是一個加價的風潮 不只是看公屋加租 而是看整體 整體就是 水費電費 以至各大公共事務的錢 未來都會加 另外 人工又不見他加 情況下 對基層來說 都可以說是 百上加根 不知大家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 聊聊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長洲東灣泳灘的岸邊 留下了衣物和拐掌 恐怕有人遇獄 蛙人落水搜索 報導的流氓提到 今天7月8日 下午12時 51分 警方接獲市民報警 說在長洲東灣泳灘 岸邊 找到一些個人的物品 包括衣物 拖鞋 手錶 還有一支拐掌 不過遲遲未有人認領 擔心有泳客下海過後遇險 有關方面 接報過後 立即派遣水警輪 消防船 潛水支援快艇等 到場 參與搜救行動 有消防蛙人落水搜索 消防署小型裝備車 和後勤支援車 亦按邊戒備 行動到下午3時仍然繼續 不過暫時未有發現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希望最終虛驚一場 不過暫時未找到個人物品的主人 當中有一支拐掌 令市民擔心 不知是否有泳客下海過後遇險 另外亦都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究竟是紅色的士 還是綠色的士 話說有的士貼了車身廣告 變成兩節色 撞釋 惹來網友的誤會 就說真的要考眼力 報導的男文就提到 網友在連登討論區上載了這張照 看到一部的士貼了保險公司的廣告 顏色以招牌的綠色為主 和綠色的士有少少相似 但是的士車尾就是紅色 相信是紅色的士 貼上雲里的保險廣告 由於廣告呈綠色 和綠色的士相似 因而 容易引來誤會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網友創意無限 話說近日 在網上廣傳的照片之一 就是這一部 不知道是紅的 還是綠的的士 原來那個廣告全部都是綠色 搞到惹來誤會 成為了網上的笑話一則 另外亦都說過這件熱話 根據AM730的報導 話說有個港女 去到回轉壽司店 吃甜品中伏 檸檬片疑似被人咬過 網友分享更加噁心的經歷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香港人出名喜歡賺食 近年大批港人不想吃喝玩樂 但部分食店仍然大受歡迎 當中更加以日本菜最為熱門 早前一位港女 幫請一間位於炮台山的連鎖回轉壽司店 本來已經開開心心吃到甜品的部分 誰知想幫那個美麗蛋糕拍張照 傳給朋友之際 才經過自己有機會一早中伏 事主法鐵文就說 有新的甜品拍張照給朋友 據他上傳的照片看到 看到一個試試正正的蛋糕上面放了三片檸檬片 貌似是酸酸甜甜幾開胃 不過他 吃完第一塊 想著吃第二塊檸檬的時間 就發現第三塊的檸檬 竟然是這樣的 根據照片看到 那個檸檬所有有肉的部分 被憑空消失 令到事主不禁崩潰 除了被人咬過之外 還有什麼可能性會變成這樣的樣子呢 事主當時馬上向店員反映 希望對方能夠和廚房反映一下 而店員的處理方法就是拍了張照 和取消了這一碟的甜品 吃到疑似二手檸檬的一事就此結束 不少網友都認為 很大機會是重用的檸檬 亦都有網友指 可能是戒了一些肉來做檸檬汁 內何賣相很差 說服不了眾人 更加有網友揚言 那個連鎖回轉壽司店 早有前方 直至光顧這間的食肆 一定要坐在出食物的位置 頭10個 否則什麼事都有可能 以上來自AM730的報導 今天的熱話之一 話說回轉壽司 在前面有一條帶 將壽司不斷回轉到你面前 港女吃這個甜品芝士 就疑似檸檬被人咬了一口 於是網友思義會不會有些食客 咬了一口咬下去也說不定 整件事相當噁心 找了店員 店員就取消了這一碟的甜品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不妨留個言 聊聊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 再見 再見 再見